这些盲毛,另外一群就是卖港床人的仆街 英姆学舌学人,诅咒香港人父王犬 你死都没人,人家都没死 这些牢宠某这些仆街 你身为医生,大哥追回深圳港大医学院那笔钱先回来 人家怎么会当你上崩子,走的数也不追 几亿东西,纳税人的钱 再不像你个章,人家抗疫就去结婚 不知道有没有放酒 以前和小30岁,在DBC做的 小他30岁,75岁的人,我不是歧视老人 不过这些男人,我告诉你,一离开病毒中心 就不用感染,Omicron都会高院萎缩的了 其实已经是,因为没有高院同分泌了 现在,你知不知道为了谷针,说到好像 浮缩了Omicron之后,不是的,是高院萎缩了 高院萎缩了 香港男士正常年纪都打了针,剩下不打的都是阿伯 那些阿伯就算是高院威不萎缩了 那些阿伯都是摸手仔的 说得知你,龙眼变鹿,荔枝变龙眼 原本荔枝变龙眼,火龙眼变龙眼 变了龙眼,真的 不理你了 不如你自己拍照出来 打针之前 不打针,不打针的样本就像火龙果那样 不打针就变龙眼 应该说 感染前 感染前就是火龙果 感染后就是鸭臣 打针前就是龙眼 打针后就是黑膠磷子 帮你想起来 这个针一定行 再夸张一点 就是打针那些 打方兄,麒麟果 打辉瑞 就是鸭臣 再夸张一点 打针反而发大 变了大树菠萝 行不行 这样不行 这叫小长气 曹总 你举例 都要识可儿子才行 大树菠萝 以前那些人 以前那些人 为了吓了别人 不要吃烟 你买那些烟 那些包装纸 就是说给你吃完烟之后的肺 你买包烟都要诅咒你 吃完烟之后 但是这个肺 就是 变了那些 那些滑机油的毛巾 曹总你不要再说下去 再说下去的话 现在检测期间 就会派KN95口罩 快速检测包 给750万香港人 新闻处长听完我们节目之后 他就随时在检测包 就放了感染前感染后 那张图在那裡 就是好像那些烟脂肺 就是偷竅 偷竅要花板税 真的 是啊 你不要再说 他真的把黑格伦子提子干和龙懒在那裡 哈哈哈哈 是不是 说话说得这么夸张 真的 你一个一个 其实你现在不打的就是老人家 怕你狗叔吗 是不是 打很简单而已 现在不打 小孩子就会猝死 然后老人家就会高院萎缩 现在这一份女士还没开 有听众都闻到了 那女士什么呢 女士最多普遍 HPV 那类的东西 是吧 如果你说抓到乳癌 子宮颈癌 可能是难一点的 可能是 HPV那些 总之我告诉你 现在 新闻真的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真的 高院萎缩都想得出 那我就说对了 哪里阿伯不打 但是我想一下 哪里阿伯就算高院已经萎缩了 有感不感染也好 没所谓 是 对他来说 好像李国璋这位阿伯 就算他的大树菠萝那么大也没用 哈哈哈哈 都说得飽了 李国璋真的是大树菠萝 哈哈哈哈 好难想象啊 真是 虽然他发发声 是吧 现在就是混蛋了 都还能够做 但是大树菠萝 这个太过 太过夸张了 这个 就是这个 找他做代言人都可以 其实如果这样 其实可以啊 结什么分呢 是吧 为国家做些事先 其实在这个国家面前 无私情 是吧 儿女私情应该放下 由他现在出来说 我打了针 之后 由这个 提子干 变成鸭臣 那就可以了 是吧 你看我现在又再结婚一下 是吧 是吧 小了30年 都还可以 挺有说服力的 是 至少有一半的私费 你现在看到很夸张 你不仅说骗那些阿伯 是吧 又说他们是高叔 现在你看到陈可欣那些在说 喂 如果你打针 是不是送雪糕 还是什么 送炮谷 送雪糕 上爆谷 大哥 这是什么招 这些根本上就是金鱼佬招 其实就是骗人 滚小孩去打针 你真是白痴 陈可欣 你知不知道 现在不是说 除非你说那小孩 自己有自主权 决定打不打 问题现在 谁决定那小孩 打不打 那是家长 如果那小孩 是因为他看到有爆谷 而去打针的话 那老母子很害怕 她可能说 喂 你不敢打了 不如我给他爆谷你吃 你不要去打了 反而会是这样 你不搞清楚对象 陈凯欣 你的白痴 你当日立法会辩论 你没听过 真是眼火爆 辩论师 你不报过那天 何所言又说 用无人机 在深圳 闻不知过来 跟着这个邓家彪又说 不是这个 邓家彪又说 要把东九龙和东盟对接 真是笑到你很糟糕的 纳税人真是惨的 每天 这样货水给这些垃圾 天天在那里 你说以前是赖长毛拉布 现在都没有了 但是香港搞到这样 你看 喂 我想问一句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的 那些议员 是不是 支联会 不是全部都拉了 以前肥佬黎 肥佬黎 香港电台CIA 现在三大法部都没有了 三大颠覆势力都没有了 为什么香港搞到这样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人在急症室 要躺在那里 那些阿伯阿婆 喂 现在是问责的 是不是 你不要说以为 中央支援 起事 白事当红事办 那就完了 就算那些三岁死了 那些小朋友的父母 都要问责 向政府 是不是 喂 现在第一天抗疫了 现在还是这个 武汉围城战 我想问两年了 已经 是 两年来 都搞成这样 新加坡去年 一早已经开了波 要和这个病毒共存 的政策 是不是 不是没有样板看的 香港 一美拖 一美拖 什么都不做 只是用那几招 是不是 这个叫做什么 圆检 尽检 接着就是这个 叫做 那几句口号 已经说不出了 圆检 尽检 一有事就围封大厦 那就算了 那就完了 我想说香港的抗疫 几大流动 就算在CUT之后 都没办法堵塞 第一 有一帮人是打科兴的 你要记住 现在 我昨天看新闻才火滚 哇 一群这样的大陆专家 哇 走来支援香港 香港的公共医疗排名 其实是高过大陆十几名的 然后跟着 就是说 香港的专家谈完之后 发觉对的 我们应该 内地专家建议 尽量将那些死亡个案的内情公布 不要令到市民和领导担忧 其实主要不要令到领导担忧 是 这个common sense 第一天应该就要提高透明度 究竟死的人 是因为本身癌症病发症 心脏病病发症 每天都有老人家 是末期病人 因为感冒病发症而死的 其实是 有没有区分啊 我想问 是吧 不要说刚刚过身那些 上个星期 再上个星期 再上个星期那些 记得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第二 现在才开始说 有多少是打疫苗 有多少没有 我想再问 打了什么疫苗 有多少死的老人家 是打科兴的 我想问 打过科兴的 和这个BioNTech的比例 死亡比例 死亡比例是多少 你要绝对 你现在如果你要被三岁小孩打的话 还有你要老人家打的话 你拿不到这个数据出来的话 人家怎么会打呢 这是信任的问题 香港抗疫失败是因为疫苗政策失败 第二也是因为口服药政策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早 现在才突击叫默沙东送药来 人家一早 一月已经下了命令 送到东京 东京已经再分发去全国 你要口服药 处方 你不睡诊所 日本是送到你家 一个星期的处方口服药 你家居隔离 你要口服药 他送到你家 你想想香港 你不是第三世界 这个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不够钱 我们八千多亿财政认员 一旁全世界最高人工的公务员 政客 九十个垃圾局议员 是吗?九十个 你要记住 刚刚选上去的那班 全部控制着大量的民政事务局的地区资源 那些老人家为什么不是民建团装脚去照顾 我想问 学人派福袋到现在还搞蛇齿饼肿 如果要问责 谁知道林郑邀娥一人 现在全部都放在林郑那里 我不是说林郑好人 都是一条混蛋 但问题就是这班这样的战格的这个建制派 是比混蛋更混蛋 是混蛋的N字方 不认识只是设计表中 就是和中央看齐 其实就是在议会里面 你看到这班人说些什么 就是不断地在推全民强劫 我看到这两个月下日 还有追踪功能的健康码 立法会有没有监察功能 你监察功能你懂些什么 如果你说说监察政府 你首先要比政府聪明 起码有些东西 你是说到那些特区政府说不到的东西 坦白说 我觉得AO根本看不起这班人 你懂些什么 政治指导抗疫 外行管内行 你凭什么 你只是懂得拆鞋而已 是吧 这班人 就叫做爱国者治港 懂些什么 不务正义 你看那些管控不明 神棍转行做政军 你以为真是双折棍 李小龙双折棍 他说立法会议员 不可以只是做金羽 工人上落 大哥 第一 你这班人 就不是我们选你出来的 是吧 就是首先你给李家超 那些 我根本上我也不觉得 你可以上我娱乐 有什么娱乐性的 你先照下拜镜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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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闻闻 不单是闻眉 闻眉嘴狗 那就有娱乐性 每一次出镜 或者你穿水手服出镜 也有娱乐性的 那个小龙双折棍 我觉得很可笑 管控眉 在明报寫了一篇文 不可以只是工人上落 那些反对派才可以监察政府 你凭什么监察政府 你有什么实干能力 你又代表不了人 你自己又没有什么才能 你只是不务正业 只能拆鞋 凭什么监察政府 AO看不起你 人们你又代表不了 你凭什么 他代表神 你代表神 然后你的起步 就是说 不可以像做金鱼 你真的没有自知之明 你有没有金鱼那么漂亮 有没有金鱼那么精美 一个一个只拆鞋 看齐意识十功 让你一帮人只拆鞋 大陆说什么 你根本就英雅学舌 你一帮人在那里 喂 大佬是保持人 你保持人 保持人其实是外容的程度 是吧 就叫你站着站着走着走着走着 所以我就说 这些垃圾掏疫 香港一个这样的国际城市 搞到现在这样 你花多少千万在国际推广 都浪费气 我告诉你 我觉得 你这么极端的手法 是吧 如果你说 还要回去河吐隔离 这个就是管浩明提议的 回大陆隔离 我不知道河吐究竟 轻建这个方仓医院 你看到那个年轻人在唱 那个方仓医院真神奇 是吧 找曾志伟 黄祖南去唱 现在应该 是吧 好 好 首先要化过这个妆先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你看到火灌 这个不是Omicron 真的 我不是说冷不冷血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老人家长期病患者抹期病人 都会是因为病发症 可能是肺炎 可能是感冒等等 当然Omicron的传播 可能等于病发症的引起 这个政府是需要公布的 我觉得 如果幼儿死亡这个情况 是令大家这么恐慌的话 幼儿死亡里面的个案的细节 更加要尽快公布 我觉得它延期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呢 谷针 制造恐慌 目的 连大陆专家都说要详细公布这些死因 为什么他们看到 香港看不到呢 你高人工的旁边的那些人 和你开会的那些人 是四五倍的 是吗 你英美这些大学训练出来的 你这些粉肠 许树昌这些 袁国勇 谁说要污水的 我想问 就是这些人 把时间去浪费去做这些东西 香港抗疫只有一条出路打疫苗 如果你说疫苗的话 你要令到人家信任 信任 刚才有听众告诉我听 他现在公布到二月的数字 由去年十二月到二月 打疫苗 打科兴的死亡的就是五个 打辉瑞的就是一个 为什么那些传媒 不去研究一下这件事呢 大家当没有一件事 是吧 是一对五支比 那你那五个案子 你要告诉别人 你就要相信大家 你要放宽到三岁打科兴 五岁打BioNTech 现在是 嗯 如果幼儿死亡的家长 哎呀死了 如果我的小孩四岁 那我只可以打科兴 那条混蛋就叫炮谷雪糕车去引他 是吧 你想一下 你要理解那些家长的苦放 香港那都是一个小孩 其实 如果你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你叫他打科兴打大陆营 那些数据是不清不楚的 是吧 现在你看到 我看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就是这个 耶鲁的MEDICAL JOURNAL 刊登了多明尼加共和国的 关于科兴的研究 是阻止不到Omicron 对Omicron是没有防御的 是吧 没有效啊 是吧 这些数据 当然香港的报道就不会了 香港报纸就不报了 但是你想一下对于那些 上有高龄父母 下有三四岁的小孩那些 你叫他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然后你的政府的数据 透明度是极低的 包括那些死亡个案 你的信任问题 因为19年之后 那些人不信政府 你不要说明天陈茂波一定派钱 我觉得 打算用钱来扔这些人 就是一个政府粗糙落后的手段 要么就强制 要么就拿棍拌你 要么就派档给你 没有其他东西的了 没有其他东西的了 其实不如请个电脑来做政府 我起码一年省回几亿东西吧 不用把纳税人的钱都免费了 你有预装的稿 根本是言不由衷 很多人都是 是 一定派的 明天一定派的 因为他们这一盘数 没有预期也这么坏 还有少少盈余 不就派上去 是 每次都夸张 又说财赤又成的 在那里哭怕的 现在他有一些转环鱼地 就派一下钱来领略一下你 但是说真的 你现在给你派钱 你现在这么多人没有钱 是数以月计的 一个月人工 一万你都贴不了了 说真的 你一按据令 就没有饭开了 是没有饭开的 你派他一万元 你不如 你不要派钱给我 你不要这么极端 你搞些措施 你不要阻止人搵食 坦白说 但是现在没办法 你看奴宠茂那班 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我就最恨这些专家 把一个疫症 都不是专家 他什么科 他又不是传染病科 都不是他那一番 这个人 不是 挺乱说的 只是换肝 换肝 换肝 是啊 换肝 关什么事 说到道德问题 钟南山这些说到道德问题 人权问题 一个都不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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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